随着小球时代的加速发展,传统中锋的处境越来越不妙,不会自我升级和拓展技能的传统中锋,已经逐渐在NBA失去了立足之地,而先生带中锋基本很多都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新中锋。 而在两周前,一位年仅31岁的中锋就宣布退役了,她在四年前还是选全明星,短短四年,一位31岁的全明星中锋就无球可打了,而生涯一共得到了6000多分,就赚到了7000万。 这位中锋,就是曾经被网友调戏为高圆圆的希伯特,希伯特虽然是传统中锋,但是水平其实一般,移动慢,较不差,也就只能在篮下才能发挥作用,拉到外边就不行了,会成为了漏洞。 而之所以希伯特被网友调戏称为高圆圆,就是因为他长得很高,但是却曾经在季后赛多次拿下0分0分这样的数据,因此有了这样一个坏号。 希伯特生涯两次入选全明星,一次是11-12赛季,场均是2.8分8.8篮板和2.0盖帽,另一次是4年前,也就是13-14赛季,场均10.8分6.6篮板2.2盖帽,然而就在这之后的一个赛季,也就是14-15赛季之后,希伯特被交易到了胡人,瞬间表现大幅下滑,数据减少了一半。 到1月到1期赛季,又辗转黄蜂队和绝巾队,彻底沦为角色替补,希伯特的下滑实在太快了,13-14赛季还是全明星中风,两年后的1月到1期赛季,就成为了边缘替补,而到上个赛季,根本就无球可打,工作都没找到,整整闲了一个赛季的希伯特,应该也已经看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未来, 在两周前的7月17日,希伯特在接受采访时宣布退役,表示不会再回到NBA了。 1986年12月出生的希伯特,现在才31岁而已,要到今年年底才32岁,希伯特的无奈退役,既有侧身的原因,也有NBA巴下的因素。 但是不管如何,希伯特并不亏,生涯总数据6611分4173篮板,9年时间得到6000多分,却赚到7000万薪水。 这已经很划算了。